凤凰每周快讯有 麦当劳赞助播出 大家好 欢迎收看凤凰每周快讯 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 财政部日前宣布新一轮的制裁名单 对象是与俄罗斯有联系的 个人组织机构和航空器 这份名单针对的是 俄罗斯军方供应链 上面有14名个人和28家实体 他们被指示寻求技术支持 莫斯科对乌军事行动 跨国网络的一部分 当中包括了俄联邦参议员 克里克夫的几名亲属 以及注册地为瑞士 俄罗斯 阿联酋 维京群岛 和卢森堡的28家组织机构 以及8架航空器 更多的新闻内容 请留意晚间播出的 凤凰每周新闻 欢迎回来 周一拜登与习近平 在印尼巴里岛举行会晤 白宫在会晤后表示 两国领导人商定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将访华 继续讨论有关问题 布林肯本人也出席了 本次面对面的会晤 会后拜登表示 布林肯将在不久之后访问中国 美国国务院随即放出消息表示 布林肯预计于明年初成行 拜登上任以来 布林肯与中国外长王毅 曾在多个场合会晤 但是布林肯一直未访问过中国 另一方面 就拜登保持与中国沟通渠道畅通 避免关系迅速恶化的目标而言 布林肯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拜登与习近平会晤后 美国官员表示双方将恢复一些外交对话 包括在气候变化和全球环境政策方面 这些对话在今年8月佩洛西访台后 由北京叫停 负责调查去年1月美国国会大厦骚乱事件的众议院特别委员会 日前发布声明表示 前总统特朗普周一没有按照传票要求 现身就骚乱事件作证 声明称特朗普的缺席是对特别委员会所发传票的蔑视 但委员会并未透露接下来可能采取的措施 委员会主席汤普森表示 不排除指控特朗普藐视国会 今年的10月份 特别委员会向特朗普发出传票 要求其向委员会提交相关文件 并于11月14号到国会或通过视频的方式向委员会作证 特朗普则于11月4号就传票提起诉讼 试图避免作证或提交任何文件 此前有报道表示 共和党如果能在此次中期选举中赢得众议院的控制权 就将解散特别委员会 根据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的报道 拜登政府正在研究如何改装其灰鹰无人机 以便能够转交给乌克兰使用 报道表示一名国会官员表示 对灰鹰无人机进行具体和非常技术性的调整和减配 用以援助乌克兰将在短期内成为现实 但改装需要时间且相当复杂 报道还指出 改装将涉及灰鹰无人机中的敏感技术 如成像和情报收集的传感器 如此一来 在乌克兰战场上的损失对美国而言便不那么危险 据悉正常版本的灰鹰无人机可以在接近8000米的高空 连续飞行30个小时 还可以携带4枚预火空对地导弹 美国10月初出台扩大对华半导体出口管制措施 同时向日本政府施压 要求日本半导体企业统一行动 日本政府表示将征询相关日企意见敲定具体措施 有日本专家指出 日本是美国的盟友不得不追随美方政策 日本半导体制造设备公司将因为不能对华出口高端设备 导致业绩恶化 专家还就半导体对华出口限制指出 美国的目的在于延缓中国技术进展步伐 半导体涉及广泛的制造供应链 如果出口管制影响中国经济增长 势必引起连锁反应拖累全球经济 正在印尼出席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的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宣布 向乌克兰提供额外5亿加元的军事援助 陪同总理特鲁多出访的加拿大外交部长表示 联邦政府今年已经编列5亿加元用于援助乌克兰 此次在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 加拿大承诺追加5亿加元用于向乌克兰提供包括装甲车 榴弹炮及炮弹专用无人机高清摄像机和过冬军服等物资 同时加拿大制裁俄罗斯名单又新增了23人 包括主要执法司法人员等 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 近期呼吸道疾病病例数激增 流感和新冠肺炎病例数都在上升 多种风险叠加是全美的医疗系统 今年秋冬再度面临巨大的压力 援引疾控中心CDC的数据 截至目前今年的流感机已经出现至少280万个感染病例 2.3万个住院病例和1300个死亡病例 感染病例 住院病例和死亡病例较上周都增加了接近一倍 目前全美流感住院率为2010年至2011年流感机以来同期的最高水平 而且全美有14个州都报告了非常高的流感活动水平 在流感之外 新冠疫情也不容忽视 近期美国新增新冠肺炎病例数也再次上升 根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数据 截至周一晚间 全美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已经超过了9800万例 累计死亡病例超过了107万例 前总统特朗普正准备于今日发起第三次美国总统精选活动 特朗普目前已经邀请关键人士于今晚9点参加在佛罗里达州海湖庄园举行的记者会 据悉 特朗普曾希望利用共和党在中期选举中预期的胜利作为跳板 锁定早期的支持党主潜在的竞争者 从而一跃成为共和党的提名候选人 然而在中期选举结果中 民主党已经锁定对参议院的控制圈 但共和党暂时还未拿下众议院控制圈 因此 特朗普的助手和盟友督促他等到中期选举结束 然后到12月6日佐治亚州的参议院决选之后 再宣布他的计划 但急于回到聚光灯下的特朗普希望击退一场列潜在的挑战者 俄勒冈州警察长艾伦·罗森布鲁姆发布声明表示 Google已经同意与40个州就其位置跟踪使用问题 达成3.915亿美元的和解协议 俄勒冈州检察长办公室表示 即使用户认为他们已经在账户设置中关闭了位置跟踪 Google仍然会继续收集有关他们行踪的信息 和解协议要求Google对用户更加的透明 并从2023年开始提供更清晰的位置跟踪披露 根据声明 这是有史以来由各州检察长领导的 最大的消费者隐私和解协议 此外 Google上个月以8500万美元的金额 与亚利桑那州就一项类似的诉讼打筹和解 该公司还在华盛顿特区 印第安那州 德州和华盛顿州 面临其他与位置跟踪相关的诉讼 纽约联储近日宣布将和全球银行业巨头 启动为期12周的数字美元试点项目 花旗 汇丰 万事达卡 富国银行等10家金融企业 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他们与纽约联储的创新中心一起参加了这项试验 此外 全球金融信息服务提供商Swift 正在支持跨国际金融生态系统的互操作性 纽约联储表示 该项目将在测试环境中进行 并使用模拟数据 该试点项目将测试银行如何在公共数据库中 使用数字美元代币来帮助加快支付速度 据悉 纽约联储官员尼尔表示 央行的数字美元有望加快外汇市场的结算时间 根据美国国务院发布的一份年度报告显示 尽管在过去的一年里 美中关系紧张局势加剧 但来自中国的留学生人数 仍然超过世界上所有其他国家 报告发现2021到2022学年 共有29万086名中国留学生 到美国高等教育机构 进行本科研究生学习和短期博士后研究 这一数字比上一学年下降了8.6% 主要是由于来美国上大学的 中国本科生人数下降了12.8% 去年有10万9492名中国本科生在美国学习 然而在美国的中国研究生人数增长了3.6% 达到123182人 报告显示一半的中国留学生到美国学习数学 计算机科学工程和其他Steam学科 即便如此中国仍然是美国高等院校国际学生的最大来源国 排名第二的印度赴美学生的人数增长了19% 慢慢缩小了与中国学生人数的差距 以上就是今天快讯的全部内容 详细的新闻请继续收看晚间播出的凤凰美洲新闻 如果您想关注更多的美洲资讯 欢迎加入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凤凰美洲进行订阅 感谢收看下期再见